第3四屆金曲獎將在7月1日於台北小巨蛋華麗登場 16日公布入圍名單 其中最讓人驚喜的是洪佩宇日為八項大獎 成為本屆最大人家 其實出到多年他 曾經在多年前因為電器腳尖愛爆洪 但之後卻消失在歌壇11年 原來是後來他決定鑽研現代舞 曾經飛到比利時甄選 後來因為落選又回到台灣 一邊跳舞一邊工作 而在2018年他也到日本打工度假 後來回到台灣後 才開始準備首張個人專輯 並在去年推出受到不少好評 而在進取獎名單揭曉的當下 他卻在排練室練舞 無欲緊接到同事的電話後 直接感動到哭出來 還邊講電話邊哭到撞牆 同時他也笑說現在很想吐 也謝謝幫助這張專輯的所有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